還有我們以為已經結案的事情 也有可能 不是那樣子的邏輯結案的 你今天都講到奇案 洪仲修這個案子 又有最新的一個說法 說跟操練無關 對 因為他這次的說法是說 那些被...什麼念祖啊 我記得有個叫李念祖 對 那兩個陳毅勳 我怕說不行 你知道嗎 楊念祖部長只當三天而已 就是再見了 對 然後李念祖是剛到一天而已 對 他就被栽贈 就是施害者了 所以教念祖在這個案子裡面都很衰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新的狀況嗎 就是說其實不是操練的關係嗎 對 這時台平法醫所提出的一個見解 他說當初他之所以會講不是謀殺 而是他為 就是要留下一個空間 那現在可能也是在事過境間的時候 他覺得可能大家比較冷靜的時候 沒有 他昨天出庭作證說的 這個事情還在審嘛 對 還在審 現在在桃園地緣站 那現在大家對這事情看法也比較冷靜了 那他就對這個庭上就講 他說其實他認為洪仲雄的死亡 不是操練 那法官就問他為什麼你這麼覺得 他說因為跟他一起被操練的 這個同情室的禁閉室的人啊 就都沒有事嘛 沒有死嘛 那所以他認為這是洪仲雄本身提示的問題 可是洪仲雄被操得特別厲害啊 對 那他有講他就說 他現在一直想要替洪仲雄的縱屬找原因 那問題是 鄭大哥的這個看法 跟家屬就比較接近 就是說 你認為 有人要故意整他 你認為別人沒有死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證據 就是說 所有人當時被操練的standard 我們講標準 是一樣的 你如果可以給我這樣一個證明 那我當然 那我可以說是 他是縱屬屬 可是如果他真的被操練比較厲害 還有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監視器的一些洗腳畫面 還是一個隱隱惠惠的東西啊 如果他當時我的寶貝兒子 有被帶到角落 還有 還有中伯 因為他最主要的 洪仲雄太胖不能操練啊 其他人有可能比較瘦啊 對不對 沒有他的意思是說 最主要他昨天的這個作證 是一個結論 跟一個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說 洪仲雄的死跟介護事是無關的 你只能說他警覺性不足 但是說是他把他操死 但是鄭大哥的講法 也不是沒道理啊 就是實施台平法醫他不是警察 他純粹只有法醫解剖的結果 他會這樣說 但是警察懷疑的是 或者是我們現在講 桃園地方法院 桃園地結束等等 他們懷疑的是 有沒有人為不髒的情形 還是沒被揭露出來 我們講另外一個法醫的意見 高大臣法醫 因為當時是高大臣法醫 跟實法醫一起進去看 高大臣法醫的看法是說 他這個是長期導致的 其實這個案子剛發生的時候 有一位住在美國的醫生 他也在臉書上面跟我講 說他以他自己的醫學專業判斷 他認為操練當然是一個原因 剛剛洪宜講的說 因為洪仲秋的BMI值高達35 那基本上是你的操練標準 要比其他人要寬鬆一點的 因為他的身體無法符合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他大股怕熱 然後禁閉室 他又是兩個人睡一間 然後禁閉室的環境大家都很清楚 以洪仲秋的身高 是連腳都伸不直的 你晚上要鼓勵 但是他認為寢室悶熱狹小環境 不會導致中暑 為什麼 因為熱不會累積 不會因為晚上睡不著 太熱而中暑 然後白天中暑 有可能是中暑誘發因子 所以他認為熱不會累積 對 這個是實法醫的見解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一個人的生理狀況 就他BMI值高 本來就不適合這樣的操練 站下來你晚上沒辦法睡 你晚上沒辦法睡的時候 你的體力是沒有辦法恢復的 沒辦法恢復之後 你白天又操 而且操過度 對 加上他的身體狀況 又不適合這樣操 所以他那個是長期累積下來 那基本上我同意實法醫講的一點說 你說完全怪那個介護士 就當天洪仲秋送醫前操醫 那個介護士說 是你自己操死的 感覺上證據並沒有那麼直接 但是洪仲秋會死 跟他被關進禁閉室 操練這麼多天 他絕對有關係 其實我都很怕這種暗示 你知道嗎 民意沸騰的時候 他們會很認真辦理 民意一過以後 他們就不棒了 你知道嗎 這就是阿布薩耶夫他聰明的地方 你聽我講 他異曲同工之妙嗎 我說那個 我們有一天 你說我們軍方是恐怖組織 不是 我跟這個意思 我說阿布薩耶夫 他說媒體關注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出來 你不用跟阿布薩耶夫講關係 講到這種地步 我們有一次是邀那個 有一個住在屏東 他兒子在台東 他當兵 結果說是自殺 結果他們不是去美國 找人家打那個豬頭 打那個假的人頭嗎 然後他們就要求國防部說 因為他們去找很多法醫包 高大城都說 這不是自殺嗎 結果他們不是 當時就出來講 國防部不是答應說 一個月內要幫他們做 因為你說用六五步槍阻塞 對 那個好像是蔡媽媽的樣子 蔡媽媽 我記得那天是 有一天是蔡爸爸來上節目 對 他說他是 軍方是講說 他是嘴巴含著六五步槍 然後扣板機 他說怎麼可能這樣做 結果你知道 他說到現在國防部過多久了 根本不幫他做 對啊 當時說要做 對啊 當時說要做 事情過了 誰幫他主持公道 一個月打個豬頭 也沒有說你就是兇手 就是打個豬頭給大家看 那個彈道會不會怎樣 就這樣他不願意做 而且最經典的是國防部說 這個是在實驗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這個情況 但是當時的狀況 並不是實驗狀況 那怎麼辦呢 對 而且重點事情 他也不願意把同樣的案子說 他要做第二個 豬頭的骨骼跟人的骨骼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拿豬頭的骨骼來 比較是人的骨骼 是不一樣的關係 他也可以這樣做解釋 但是他不能做解釋的部分事情 一般如果你是用六五步槍 去往裡面崩的話 你的那個 就是我們說的牙齒會破裂 為什麼他牙齒沒破裂呢 這個部分 這個國防部沒有說 但是重點事情是 這個案子呢 隨著紅州秋的時代 其實蔡媽媽真的有到處去張羅衛 跟她同台 真的講的時候 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心血 而且她還到國防部前面去盡坐 但紅州秋結束的時候 真的 沒有人去理這件事情 媒體也都消失掉了 但是這你回頭來看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有異曲同工 就這案子結束了 這個就有法醫出來 可是為什麼他不解釋這件事 第一件事他PMI超值 這為什麼不來解釋這個問題呢 第二件事他說 你有補充水但不補充那 然後介護士不負責任嗎 第三個我們覺得 最不能讓人家接受的事情是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紅州秋是有發訊息去軍方說 我是有禁閉憂鬱症的 就任何的長官 沒有人去探討這件事情 然後最有趣的是 副道長有人過去看 就拍拍肩膀就走人了 所以這些所連續的關係 絕對不是一個軍法醫說 他是這個介護士跟他沒關係 是因為他缺納死掉的 然後還有一句話 中暑是沒有真相的 問題出來 中暑之前那一拎一拎拎 包括他這個一務一的軍官 一務一士官是不能去關禁閉的 他說他有禁閉憂鬱症 扶刀長都去看過了 為什麼這些人他沒有責任 就是一句話介護士沒事 所以很明顯是 不論今天國防部有沒有把這個 什麼軍法損害 抓到民間司法 結果都是一件事情 軍方就是要把這事情 把這個民意掩蓋住 而且還記不記得 我們軍法要移轉給司法 就是洪仲丘這個案子 結果後來軍事立委 就把他卡住不讓他過 他把第二階段卡住了 第一階段是已經過了 因為第一階段是說 第一階段有民意啊 可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更進一步 就是說陳平時期 除了極少數正面表列案之外 全部移交民間司法審判 他把第二階段給卡住了 可是後來因為 1985公民行動聯盟 他們發動說 大家要打電話 去給軍事立委 抗議 後來放行了 但是到現在為止 也還沒有三讀通過 是 國防部不做就表示有問題 我問你打個槍會怎樣 又沒有說你是兇手 那一天要做一天就好了 對啊 只要看彈道而已啊 人頭跟豬頭打下去 大概差不多 沒有啦 你講下去 怎麼會 怎麼會立個子彈而已 你講下去 不敢講就是 講下去絕對要拚了嘛 所以我說就是有問題 不敢打就是有問題 而且軍中用N16制裁 也不是這個案例啊 都是這個方向 後面都爆開啊 對啊 對啊 來我們先休息 我們先休息一下